《認識基本法》 輕鬆好萬法 馬恩國 解讀《認識基本法》 講起香港 有一個名詞大家經常都聽到 就是高度自治 究竟高度自治有多高呢 包括什麼呢 值得和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法第二條列明 全國人大授權香港 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換句話說 第二條已經列明高度自治包括什麼 還有 香港可以自行發行自己的貨幣 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活動 可以有自己的區旗區徽 這些都比內地其他自治區和外國聯邦州的自治權高很多 但是高度自治權是否代表中央完全不能管香港呢 好像有些人偽偽搏說 除了國防外交 中央就不能管 錯、大錯、特錯 讓我和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法內寫明了中央治港有哪些權力 好嗎 第一 修改權 全國人大有權修改基本法內任何一條條文 第二 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首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 有決定權 第三 解釋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內的每一條文都有最終的解釋權 第四 法會權 如果立法會的立法違背了現行的中央地區關係 或者插手了中央管理的事務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可以拒絕備案 發回這條無效的法律 第五 宣佈權 即是在大規模動亂的情況下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全國性法律就可以在香港頒布實施 又或者中國和外國發生戰爭的時候 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宣佈香港進入戰爭狀態 第六 新授權 人大、人大常委會和中央政府可以授予香港其他未有的權力 比如說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 大陸就授權給香港去管理屬於內地的口岸區 第七 委任權 國務院對香港的特首 三司十三局的司長和政局長 警務處長、入境處長、海關關長、審計處長和廉政專員 有實質的委任權 即使是直選的特首 中央都可以不予以委任 第八 法令權 國務院可以對特首發出行政指令 所以說特首是整個特區裡唯一一個指定要對中央負責的人 第九 批准權 國務院可以批准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 在香港設立機構辦事處 中聯辦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工處 就是例子 第十 立入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將內地法律加入基本法附件三 這些法律就會在香港廣泛實施 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國旗法、國徽法、國歌法、國籍法和駐軍法等等 第十一 廢除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廢除一些和香港基本法抵觸的現有法律 但這個權力只是在回歸之後 特區成立時的容果 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在當時廢除了英國法律應用條例 所以回歸之後 英國立法就不再適用於香港了 以上十一項權力說明高度自治之餘 中央對香港也是有全面的管治權 有人說國家真的很愛惜香港 對 不過凡事過得人都要過得自己 香港自己都要懂得尊重國家 才禮上往來